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各位觀眾朋友 欢迎收看股市1.0 来看今天台北股市收到台积电拖累 中场点222点 收到16698点 季限关卡又得日付收 增加量能23787亿元 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为你邀请到两位专家 水平换道士永城国际投股 徐玉玲分析师 玉玲老师好 玉玲家族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欢迎到陈英群分析师 玉玲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旁边上官 我赶快问您 先请教玉玲老师 今天是9月18号礼拜一 今天指数形成了大跌222点 但是在今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我不晓得你的操作思路是如何 尤其在上周季限呢 重回之下 今天的季限得而复失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跌它是一个买点 今天的跌它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 等一下我会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9月份的震荡 尤其是拉回来的交战手册 首先你必须要在 2000多档标的当中 选对股票你才会有钱赚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电影投扣 今天的华通 果如其然再度形成 排面而言最亮的那一颗星 然而华通跟电影的再购会不会掀起比价的效应 而PCB相关的个股 如果你有的人 你该以谁来去做标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华通 今天的电影形成了一个出量的再购 而耀华跟汉宇博到底会不会形成比价的效应呢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与亲爱的你来去做分享 那除了PCB 一点你会带领我们家人 来去做超级比一比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吗 ERM安谋 安谋在这一波IPO的一个比价效应的过程 已经来到了百倍的本益比 而这样的百倍的本益比 会不会拉升IP设计股的个股的一个股价表现 尤其IP股细致财 IC设计个股 尤其今天有出量表现的敦泰 甚至联发科形成的利空测试的股价上涨 还有致源的操作思路在哪里 等一下1.0会报复大家知道 那当然今天的材料KY 我们手中的材料KY 今天盘中又再创新高 而且来到了历史的高点 1235块 来到了1235块之后 形成的创高之后的拉回来是好事情 因为清洗手法完毕之后 你必须要知道哪里还是你低阶的机会 而1.0剂材料之后 第二张王牌正式出来 而在今天大盘大跌222点的同时 我有去买股票 而且第二张王牌 我也趁机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提前来去做买进 所以重点是 这一波的跌 你该买什么 你才能够让你9月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10月份能够形成反攻的要角 所以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五的一个字卡 我今天还是分享给大家 我的想法没有改变 经过了8月份的下跌 9月份的震荡 你一定要知道是 如果你操作股票 只操作一个月 只操作一天 你今天1点的节目就不要看了 但是1.0特别在上周五 指数反攻的过程当中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季线下方找买点 今天的季线是得而复失 所以我今天干嘛 我今天有买股票 我今天买什么股票 我今天买9月份的隐藏版 可以买股 那当然呢 其实为什么我敢在季线下方买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这个是大盘的周K线 那如果有上过1.0的 10占0距离的李宁家族的家人都知道 日线它是看短线 周线它是看周线 也就是说从零容123的操盘法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 大盘的周K线上周是收红K的 而在本周一 受到美国四污日的影响 尤其废半的拉回来 挥达跌破季线的同时 今天的AI 今天的台积电形成的拉回来 但是大盘的周K线 尤其周K线的红K中指位在哪里 我帮大家算出来了 16650到16659 也就是说今天大盘在测试季线 尤其测试10日均线 5日均线的同时 这个周K线的中K中指位置 没有被失守 所以我今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去买股票 我不晓得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 但是我今天是叫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反市场的操作 在大跌200多点的同时 反市场找寻好的股票 低阶买点的布局 那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对于行情 你必须要有全方位的掌握 那这张图卡 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看了 我特别告诉大家 8月份下跌 9月份震荡 但是紧接着我们要面对的是 10月11 12 甚至明年的行情 在明年行情来之前 你必须要对于行情 会有自己的操盘的思路 尤其你可以发现到 10月11 12 上涨的概率都比下跌的概率 高达了六成之上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震荡 今天的拉回 今天的大跌200多点 是你接下来低阶布局的机会 而这样子的操作思路 它必须要反着人性来做 所以如果你这一波 喜欢看涨追涨 喜欢看跌杀跌的好朋友们 不妨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OK 1788 因为我知道什么样子的股票 在今天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是你低阶布局的机会 那当然跟大家讲完了 大盘的走势之外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PCB 其实PCB在上周的 东森盘中连线也好 甚至在1.0的股市 1.0许玉玲YouTube频道当中 告诉大家滑通 以及电影投扣 那我们来看一下滑通 其实滑通 如果你有加入一点的Lite 8 你可以发现到 1.0在7月18号 帮大家掌握到滑通 四字头的买点 而如今的滑通 已经来到了五字头 快看到六字头的部分 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光滑通这一档大型的标股 就上涨将近快三成的利润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是股票不会动 而是您能不能够踩对节奏 能不能选对个股 帮你创造出利润 当你看到了滑通的大涨之外 来注意一下 来会不会有比较的效应 PCB的个股 该如何进行操作的思路 如果你手中有滑通 有要滑 甚至汉语博 还有电影投控的人 这一份操作制胜的要诀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给亲爱的你来去做一个 一个参考以及搜寻 那当然还没加入一点的Lite 8的家人 在今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不少的投资朋友 跟1.0讲说 1.0啊 今天大跌 我的股票也跟着跌下来了 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1.0真的都张开双手 邀请你加入1.0 Lite 8小老鼠OK 1788 尤其留下你的信息 留下你的电话 而且告诉1.0 你现在操作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的电影投控 它能够形成盘面 而言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电影投控 其实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做车用HDI版的 而且它又切入到 整个电动车大厂的一个订单 尤其在9月14号 当它形成了亮缩拉回来的过程 来到10日均线 1.0是如何在节目上面 事先公开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主力清洗扶耳 而且主力它形成了一个 压盘洗愁的动作 将会先回在上 而我是不是这么说 我是不是这么做 来 请你看VCR 今天在拉回量缩清洗扶耳 所以今天在拉回缩量的过程 10日均线游手 换手完毕之后 就会形成先回在上的走势 亲爱的好朋友们 我没有任何的魔力两可 你可以发现到 1.0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很多话呢 我都是直球对决 我都告诉你 我该怎么做 而且我也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买进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我们的金钻班的好朋友们 电影投控 我没有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带你提前卡位 带你来去做布局 我却在节目上面胡说八道的话 你所缴的会费 我全额退还给你之外 另外我还加倍给你10倍的会期 那当然除了电影投控之外呢 你可以发现到 电影投控 我们是属于一个 短线可以做价差 但是哪里拉回来 是可以进行波段的利润 这些这些都会在1.0的盘中 及时讯息 来让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一个及时的掌握 那当然相信看见 大转涨停就是你的 那我也说过 我即将会推出秘密武器嘛 所以上周 来1.0要感谢大家 上周1.0的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订阅数 有增加 1.0感谢大家 那如果你现在还在看1.0的节目 还没订阅1.0的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我说过 我每周呢 我每周一我会录一个叫做产业零距离 也就是说透过我的产业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的面向来告诉大家 如何从产业的深度去抓寻到台湾基优的好股票 所以还没订阅按赞分享1.0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订阅按赞分享哦 也谢谢我们所有李宁家族家人的1.0的支持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这份的秘密武器 我相信它已经不是秘密武器了 它形成了全市场的共识 我们立即来看一下 其实当时候1.0也独排综艺的告诉大家 在电动车的市场当中 谁跑得快谁跑得远 我当时候拿电影投控跟华服来去做大PK 我从股东权益的报酬率的成长幅度 以及税后净率的成长幅度 以及EPS的年增率的成长幅度 来去做比较 所以你发现到 1.0是不是能够掌握在最前面 尤其这一波的华服 我们是带领我们的家人买在110块钱的利空买店 而且我也在节目上面公开的告诉大家 华服从110到150 波段的涨幅将近有将近四成的利润 可以做短线的获利拔档 当你看到了电影投控 在上周拉回来测试时均线的时购 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买股票 我们在买好的股票低阶布局的机会 然而接下来电影投控该如何低进 该如何高出 该如何赚到最好赚的一段 请你跟上1.0盘中指令的动作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跟着1.0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像今天 今天大跌222点 可能很多老师是看跌去杀低股票 但是我不一样 我是属于反市场操作的 我懂得在大跌200点的过程当中 去低阶好的股票低阶布局 所以这个就是反市场的操作的道理 那大家可以跟着1.0提前卡位在好的位置 李玲家族的家人很幸福 因为跟着1.0提前卡位 我说过你的成本至少会比别人低20%以上 而且相信看见 大跌掌停就是你的 就像我说过 我们的顶级清代 我们的专属家人 我们的清代家人 无论是杨大哥 无论是林大哥 无论是专属家人的陈大姐 或者是现阶段已经出差的联店的杨大哥 今天的材料KY 来到了1235块钱 创高之够行则拉回来 但是我们的成本在五字头 轻轻松松光材料KY的这一档标的 大跌了一倍以上 你只要问你自己 今年在行情震荡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帮你自己一档标的 大赚一倍以上 所以我才会说 520的翻倍计划适合什么样子的人 520的翻倍计划适合在 今天大跌222点的时候 来当一点的好朋友 那如果你操作上面有这样的毛病 请你一定要来找1.0 尤其你上半年没有赚到钱 你下半年想要逆转胜的好朋友们 甚至股票还卡在不知道 其他能不能够解套的股票上面 甚至9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你不知道是哪一档 所以1.0的Light 8 是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如果这一波你操作的不顺遂 或者是你不知道 怎么样去踩对股票的节奏的话 1.0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甚至告诉1.0你操作的问题 还有1.0帮大家准备了一档 9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因为9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我今天有买 而且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进去买 尤其下跌我就会买进 因为股价即将要压不住了 好买点即将浮现 如果认同1.0的操作 想要复制520的一个翻倍行情 广告中的电话 请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 今天一点在东森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大谈大跌 大谈大跌的过程当中 不少的投资朋友会心慌慌 而且会看到跌会感觉到害怕 但是你心里面有一把尺 什么样子 操盘的尺 你就可以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去找寻到好的股票低接 我在东森盘中连线 今天的11.35分到11.50分 我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说过守住多方的一个防守价 16650 拉回来就是要找买点 除了今天的PCB 表现得非常亮眼之外 今天的飞电材料KY 四季缸也形成了盘面的要角 IC设计个股当中 哪些股票是你接下来低接的机会 我特别马赛克起来 如果想要知道这一份重要的名单 记得加入一点的Lightight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试剂缸 今天的试剂缸再度形成了大涨 但是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试剂缸我已经逢高获利卖出了 但是我们掌握到很好的买点 那除了试剂缸之外 飞电的个股的操作名单 材料KY 试剂缸 我还隐藏满了一档 哪赛克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一点的Lightight 绝对是你台股操作的至胜首选 那当然今天在盘中大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尾盘 我发了一个讯息 我们的家人都很清楚 尤其今天台积电在传说设备要延后交易的过程当中 拖累了指数大跌了将近快200点 而台积电的ADR也重挫了将近2.38% 但是1.0认为台股有一点过度的反应了 而且导致整的AI的个股 它拉回来幅度有三成以上 我认为有一点跌过头 所以紧接着10月份开始 第四季AI将会正式的黄金交叉 尤其是放量出货 所以指数要攻绝对要看AI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今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我们的家族家人 收到这份讯息你会很安心 重点是AI的个股 我一定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不要对它失望 因为AI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筹码 当筹码沉淀完毕之后 10月份将会大反攻 9月份它是形成了一个回马梯 但是在9月份回马梯的过程当中 要去找低阶布局的机会 这个就是AI逆转胜 短加长的操作思路 所以像是广达 我们如何在282 8月24号 在创高的位置先做获利卖出 而广达的这一档标的 今天是季线有成 而且220.5有手之际 当当冲率 融资率下降的过程 后续形成的低不破低 融资下降大户回归的同时 就要跟着我量缩低阶来去做布局 那当然今天的敦泰 今天的敦泰也形成了盘面的亮点 1.0的Lightit当中 帮大家掌握到7字头的敦泰的好买点 而如今的敦泰已经来到了8字头 不知不觉又上涨了将近快15% 那当然IC设计的个股 除了敦泰 除了联发科 还有翔索 我特别马赛克的一档 到底想要知道是哪一档呢 记得加入一点的Lightit 小老鼠 OK 一七八八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思路 会分享给亲爱的你 那当然志源的这一档标的 上个礼拜五拉回来 今天大盘大跌 它却是逆势的走掌 而志源的这一档标的 我们是如何在它利空测试的过程当中 买在267块的好买点 甚至在过年之前 带领我们的家人 立于不败之地的159块钱 我们临家族的家人 可以帮1.0共同来去做见证 那当然打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绩效 尤其IP的大黑马 除了志源之外 还有什么样子的标的 可以让你提前来去做卡位 甚至金像店 我们在吉拉的过程当中 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反市场的操作 每一次只要赚20% 5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这个是9月6号 1.0金像店带领我们的家人 在创高吉拉的过程 先做反市场的操作 所以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临家族的家人很幸福 可以跟着1.0提前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 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而且我说过 相信看见大赚涨停就是你的 我们光一档股票材料K1 买在5次投 无论是我们的顶级金贷 无论是我们的专属家人 甚至我们的清代家人 光材料K1买在5次投 轻轻松松 今天的材料K1又来到了 1235块钱 当然这一波520的翻倍计划 它适合给什么样子的人 520的翻倍计划 就要从今天大跌222点开始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一波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如果这一波 你上半年还没有赚到钱 如果这一波 你股票还是深深的套牢的人 尤其接下来 9月份的隐藏马黑马股是谁 来今天1.0特别透露了 第二张王牌 既材料K1之后的第二张王牌是谁 这一档标的 它具有三高的特质 仍有三高不可举 但是这一档标的 它具有三高的特质 第一个叫做市占率很高 第二个叫做营收很高 第三个是未来股价会创高 尤其是短线的预估 1.0认为收益率会上涨 将近快三成的幅度 所以第二张王牌 在今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在今天大跌222点 1.0邀请你跟着我 赢在9月份的起涨点 所以认同1.520的操作计划 而且想要每一次赚百分之二十 五次就能够让你财富翻倍的人 记得广告中的电话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你 留言告诉1.0 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一切包包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520的翻倍计划 9月份的隐藏版黑马骨 带你体检卡位 广告中的电话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好那么更多操作的剑管 回来继续在一起 玉琳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市1.0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玉琳老师 下半段1.0要特别从 光鲜的领头羊 前顶来开始说起 其实上一波前顶 它是形成了一个换手载工 今天又形成盘面的亮点 重点是当前顶换手在工之后 网通股的个股 会由谁来去做接棒 等一下1.0会给大家 全方位的掌握 那当然材料KY又创下了历史新高 来到了1235块钱 那你要知道 错过了材料KY 1.0还有第二张王牌 而且今天第二张王牌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带领我们的家人 提前来去做卡位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是 如何反市场的操作 才是接下来9月份 逆转甚至10月份 大反攻的一个要角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前顶 今天的前顶很有趣 在上周换手完毕之后 今天又形成了一个 出量在工的走势 1.0帮大家掌握到 前顶5字头的买点 而不知不觉 前顶已经来到了7字头 短线的涨幅 相当于4成的利润 那当然如果你错过了前顶 这样子的个股的话 来1.0帮大家准备了 光线网通股的操作思路 尤其前顶 尤其光线 还有波若薇 还有一档 马赛克的股票 它到底是谁 请你加入1.0的 Light 8 小老鼠OK 1788 1.0会在 放在Light 8的首页 免费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1.0的 东森盘中连线 每周135的 11点35分到 11点50分 准时跟大家 来去做实战的演练 收视率很高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1.0 接下来每周会录一次的 这个产业零距离 所以还没订阅1.0的股市 1.0 许玉玲 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来 记得拿起手机 订阅 按赞 分享 因为接下来1.0会从 产业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如何选择好的股票 好的标的 来去做DJ布局 甚至材料KY 我们特别告诉大家 它的毛利率高达了六成以上 而谁能够在材料KY 打到跌停板的时候 带领家人来去做布局 甚至材料KY 五字头我们再度的买回 七字头又再度来去做加码 而不知不觉 材料KY 又来到创高的位置点 所以材料KY 一档标的 我们的家人大赚 将近一倍以上的利润 所以跟着1.0体检卡位 你的成本至少比别人 低20%以上 而且相信看见 大赚停就是你的 我们的顶级清单的杨大哥 陈大哥 甚至专属家人的陈大姐 材料KY 轻轻松松大赚一倍以上的幅度 而520的翻倍计划 适合在今天大碟 来当1.0的好朋友 尤其你上半年没赚到钱 股票还套牢的人 9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虎是谁 就是第二张王牌 因为未来的上涨幅度 将近有三成以上的利润 跟着1.0在大碟的过程当中 提前来去做卡位 520的翻倍计划 在大碟的过程当中 1.0邀请你跟着我同步来去做卡位 那广告中间的话 直接不打电话进来啰 好 非常感谢那边分享的评官 朋友们本公司所推荐的分析 知识会比较正确 无不当就是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终的参考 投资应该主力判断 显现评估是否投资风险 进一抽的胜利 我们再会 台湾工业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 按赞 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普资讯